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時來運轉 本節目是由台灣運財和週時電子報共同直播 我是欣慈 歡迎我們今天來賓 台灣運財總經理林柏泰先生 總經理好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非常熱血的運動籃球 我們知道呢 可以針對整場的比賽分數來進行投注 也可以針對半場比賽來玩 那請總經理幫我們介紹一下 半場要怎麼玩呢 好的 那個籃球比賽有一個特色 它就是節奏很快 是 那節奏很鮮明啊 而且很快速 普受大家的喜歡 那我們推出之後啊 其實我們去年有在新增一種玩法 就是說不只到全場 在半場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就上半場結束的一個結果呢 先行做預測 不用等到全場 對 那單單就上半場就可以投 那跟大家報告呢 籃球上半場啊 不讓分的一個玩法 就是上半場比賽結果啊 你就可以猜 比賽開始前你就可以猜 說啊 上半場結束呢 到底是組隊贏呢 還是合局呢 還是客隊贏 OK 那所以相對呢 是比較這個簡單啊 又好猜 為什麼說簡單好猜 因為呢 他上半場是不是時間相對就比較短 短 那一個東西如果時間比較短的話 影響的變數相對就比較少 是 而且對投注的人來講 可預測性也相對整場來講 比較高 所以呢 呃 他的屬性是這樣子 時間比較短啊 所以相對比較簡單啊 然後比較好猜 而且比較快知道結果 這樣子 那我們有什麼美缸呢 我們要參考什麼呢 哦 那 有關這個玩法 怎麼樣來看他的一個美角 我在這邊做一個統計 那提供給大家參考 大家可以從一個角度來切入 是 我們呢 這個球技的NBA啊 我們把他統計到這個2月12號 我們30支球隊啊 把他統計什麼呢 統計他們上半場的勝分差的一個君子 什麼叫勝分差呢 就是他們贏他們的對手 平均贏幾分 把他排名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排名第一的是公路 公路啊 他呢 上半場啊 勝分差的君子高達5.9分 那他的意思 就是說 公路從本季開始 立行賽開始 一直到2月12號所有的場次 上半場贏對手的分數 把他平均起來 贏了5.9分 代表說公路非常擅長達上半場 那第二名 勇士 第三名 七六人 第四名 暴龍 第五名 賽爾提克 分別4啊 3啊 3.1啊之類的 這樣一個分數 這是排名前5名的 這就上半場 那後面倒數5名的 上半場得分最差的 可以說是太陽 加油 對 他的勝分差是負的7.2 這個墊底啊 那你可以看到太陽啦 騎士啊 你要騎士 其實騎士以前是冠亞軍的人 但是沒有 老普朗 詹姆斯以後 都排在後頭 太陽啊 騎士啊 尼克啊 公牛啊 老鷹 這倒數5名 那理論上我應該就要 奴隸前5名 嗯 跟後5名就好啊 那中間這兩個 為什麼特別標 哦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特別 報告的一個棉角 就是說 為什麼特別把九跟十的 六碼金塊 把它秀出來 因為就是上半場的 勝分差均值 我們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呢 這個 金塊跟六碼 在這樣的上半場的一個均值 它是屬於30支球隊裡面的 中間值 差不多算是說中等啊 是 也就是說 並沒有非常突出 也沒有很爛 中等 可是呢 待會我們如果看到整個 整場比賽 你會發現 這兩支球隊啊 反而變成了 在前半段 哦 有什麼變化呢 OK 我們來看一下 全場的戰績排名 對 你可以看到 哎呦 如果不是單單就上半場 而是把全場排名 來給它看一下的話 哦 這是全場的一個戰績排名哦 你看哦 這個金塊跟六碼 他們啊 的勝場數啊 平均下來啊 勝場的勝場數是排名第四跟第五 你看看前面上半場的時候 它是要排名第十跟第九 是 中等 可是呢整場下來戰績 反而是變成前半段 前 前段班呢 為什麼會這樣 對 對 待會兒有另外一個沒講 跟大家講 那你先看一下公路勇士暴龍 剛剛前面上半場不錯 整場也不錯 所以這個很正常 對不對 那你看到很爛的這幾個 什麼老鷹公牛騎士太陽尼克 還是他們五個 這一次只是稍微前後稍微對一下 但是都還是倒數五名 意思是什麼 我們可以歸納講說 OK 在你上半場打得非常爛的 非常爛的 那五名呢 大概整場下來也很爛 然後呢上半場打得很好很好的 那幾名呢 整場大概也很好 可是呢 有一些是上半場成績是中等的 可是呢全場成績是前段班的 所以這個差別 總經理幫我們解說一下 對 自己也很疑惑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就挑剛剛六馬跟金塊這兩隊 對喔 那我們其中有一個我們就以六馬 來跟大家報告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我們那個主力球員的吊派啊 會影響到上半場跟全場的戰果 我們不談三兵喔 三兵扣掉 我們主力球員以這個伯格丹諾為期 跟沙巴尼斯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位六馬的兩大主將 得分主將 教練調度他們在上半場的總時間 跟下半場的總時間 你可以看得出來 明顯的下半場 他們上場的總時間 遠高於上半場 真的耶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球隊 他們的資源在調配的時候 上半場他可能還預留一點實力 然後看比賽的狀況 那因為比賽沒到最後終了 不知入死誰索嘛 對不對 那也許這個教練戰術 他是認為上半場 先用其他的球員 撐一下 看一下這個場中的一個情況 然後呢 到了下半場 他的主力啊 就擺比較多的時間在下半場 原來是這樣 跟教練的調度有關係 對 跟教練調度 對整個球隊的戰術應用 還有這個主力球員配置的資源 這個東西啊 這個角度啊 可以提供給大家 在投注這個全場跟半場 都可以關注的一個美角 那總結呢 請我們總經理幫我們分析一下 我們這個上半場比賽的玩法 有幾個好處跟優點呢 對 那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我們整個提供這個上半場 結果大家可以來猜的話呢 因為時間也比較短了 相對呢 變數也比較少了 然後呢 主力球員的配置狀況 大家可以來參考 然後呢 對投注的人來講 因為呢 可預測性比較高 所以呢 也是相當不錯的一個投注選擇 也相信聽完總經驗分析 大家都了解我們上半場 不讓分的玩法 大家歡迎去試一試喔 謝謝總經驗分析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